好 侯友宜现在到底该怎么救呢 最新消息我们来看 这个侯伴已经证实了金普聪加入了侯友宜的团队 两名荣誉主委的人选曝光了 是谁呢 就是前国安会的秘书长金普聪 以及现任的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包括前总统马英九 都会加入这个新阵容里面 来一起打赢这场选战 那朱立伦说侯友宜的空战 还有组织战即将开打了 而且他还大赞金普聪的文宣经验 很优秀 很棒 那我们看到看起来 已经有一个大团结的气势了 而且是侯友宜亲自出马去拜托来的 侯友宜说我的步调跟政策跟党一致 你们不要再见缝插针了 我们完完全全是一致的 不过很快今天中午朱立伦就有点不同调了 几楼一主委还没有讨论到这一块 来我们来看看 有洋公车业者平时政也要顾选举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要逆转选情 亲自邀请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加入竞选团队 金前秘书长是我亲自去拜托 大概在两天前已经加入我们的竞选团队 金普聪选战经验丰富 过去陈驻前总统马英九胜选 金小道如今再度出窍 侯友宜也证实将邀请马英九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担任荣誉主委 还有已经参与侯伴运作的台北市政顾问陈国军 七月也正式加入 不过敬办江浦社主委 而是由执行长操盘 我会亲自的来拜托马前主席 以及各大佬 各前担任过主席的长官们 还有拜托朱立伦主席来担任我们的荣誉 竞选的主任委员 团队战力要升级 日前挨着打的幼儿园未要案 细止悬头全数未检出本把笔妥 伙伴抨击律营公开造谣 一句道歉都没有 提告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跟赖办发言人戴伟山 警方近日将传唤两人到案 民进党不断的用假信息 用政治的操作的方式 造成家长跟老师之间的社会 冲突跟对立 身为政党的领袖 应该诚实的面对 国民党跟侯友宜市长 好好地顾好新北市的孩子比较重要 新北市该做的行政调查 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把它做好 浪费司法资源的动作 其实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在未要案中受众伤 侯友宜积极重整团队 不让未要乌龙就此落幕 继续对绿营穷追猛大 朱立伦她说她还没有讨论到 要不要担任侯友宜的竞选荣誉主委 是主委 那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杂音了吗 朱立伦说过去的脚步凌乱 需要重新调整 所以张其强现在加入了 他有一个新的任务 他在这个国民党里头 变成副秘书长了 他带侯友宜向党工局三个工 哪三个道歉呢 他说他才进入国民党 我来不及跟大家一一认识 所以要好好地学习 第一个抱歉 第二个抱歉 未来还有7个月要麻烦跟大家请教 第三个抱歉 师傅团队跟竞选团队跟不上大家的脚步 请大家多多包涵 感觉身段很软 代替侯友宜来跟党道歉 为什么要这样子 强哥是这几天就是接了党的覆密 因为以往大家就会传说 侯伴跟党部是不是有些步调不一致的部分 或是说可被对接的更顺利 也包含了就是国民党智库那边 有很多的政策 像现在侯友宜你看官物廉价 其实跑了非常多的地方 当地的一些立委候选人 或者是执政的县市首长也会说 那你来到当地 你是不是可以提出更多的政策 所以这部分就是党部选办 还有智库等等的相关合作 到底怎么开始 因为大家过去会一直以为说 我们只是竞选工作事干 就是比较小规模 也的确我进到办公室里面就发现 好多年轻人 然后端午廉价 然后侯友宜也要下中南部 我就发现整个选办 几乎快要空掉了 所以未来如何把更多的人纳进来 像现在发言团队 你可能是看到台北市的人 然后新北市的人 未来是不是有可能 中南部的人也一起加入 或是立委候选人声量比较高的 炮火比较猛烈 大家有专精的可以一起 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任务 是 来 委员 我觉得这样子 金普冲加进来 这绝对是大家分 而且刚好是我们的沈老大 不断的在这里 敲碗 敲楼打鼓 事实上也给我们 深调到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这个也是真的 侯友宜要救选情 很重要的一招 金普冲过去来讲 两次替马英九操刀 操得非常的漂亮 中间特别是2012年 中间那个后面 其实也是危机重重 他里面我所了解的 因为那时候我甚至比较了解一点 他很多的危机箱一个一个 来克服掉 现在来讲当然是借重他 在空政的力量 文宣的力量 但不要忘了 他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 所以各地的生态 他也是满垒 不是满垒 人满也有 什么地方什么康拉旁 他都知道 所以以他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那个伙伴是不是 确定就请他当执行长 他当执行长 要请他当执行长 他当执行长真的是叫做铁面无亲 而且动作是快又准 那种会很快就看到他的动作 假如全群的教会他 我认为既然请他 就全力教会他 请他操刀 整个来讲才有机会 扭转现在老三的一个颓势 毕竟现在老三跟老二 差一截跟老大差更多 需要进步从 来 大老 今天这个消息其实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始料未及 大家不会想到说金普冲会加入2024 大选的这种操盘 这个已经今天联合报登了 侯友也自己证实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 这个大害是恐怕如果2024选举的结果 有任何转机 有任何变化的话 金普冲的加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你又会变老虎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 侯友瑜上个礼拜或是昨天也好 他的民调的支持度是达到最低点 今天因为有了这个事情 他不会再低了 会往上走 他不是说只有阿宝哥讲说 他对选战很有经验 空战怎么样操作很厉害 不只这样 因为金普冲这个人的代表性 他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广大的 如果你金普冲也来了 马英九什么很多一大堆人 不管是外省挂本省帮 所有人都进来的话 以后的效果是什么 下一次的民调 侯友瑜在党内的支持度 就不止60% 60%怎么能看 60%只是一个中型政党 中型政党的候选人怎么会当选 他下一次一定是往七十八十一路上去 第二个各地的中南部 那些什么议员 议长 像谢一凤的弟弟 南投的议长 这些纷纷会归队 只是大家归队的时间 跟归队的热情 跟归队的方式融有不同 不过统统归队 第三点更重要的就是说 那些立法委员 大概除了陈玉珍 我觉得陈玉珍要不要归队 是他应该比我更烦恼才对 我认真是不理他了 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委员不会归队的 据我所知 刚刚还找了一个我也推进的 就是说王金平已经答应 要做后友谊的 限职跟过去的立法委员的后援会 就再加上去 7月5号 这个不得了 这个就是入军了 这个是所有国民党过去的 跟现在当下的人脉 通通集结了 所以想要造反 想要作乱的 感到大势已去 现在不归队的人是笨 你知道吗 我没有把郭董摆在里头 郭董不是国民党籍 所以郭董不算国民党里头 要不要归队 但是郭董有那么笨吗 郭董看到这个样子 大势已去 所以郭董这个人 他会继续拼下去 继续造反下去 继续作乱吗 我觉得不会 郭董就简单收起来 收拌 说我们个人自己去找生 我在这里好话讲一句 我劝郭董 你以后在国民党里面的 大家对你的看法 你在台湾社会 大家对你这个做人做事的看法 非常重要 已经来到关键时刻了 你是要归队 热忱的归队 还是就是说不声不响的 消失了跟国民党没有关系 四年以后再来闹一场吗 大老今天有个新闻 什么新闻 他说他对郭柯佩有信心 他就这样讲 至少新闻上这样行 我真的是 如果这是真的 我对当年郭董会赚那么多钱 我觉得那个是意外 我觉得那个是意外 他 我曾经问过他 说如果重来 你有没有办法 再重新赚这么多钱 他亲口告诉我 很难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甚至怀疑他的智慧 今天走到这个样子 他还讲 还在讲郭柯佩 对 可新闻这样写 我不知道都是要讲的 大老他还在串联 不是 我跟你讲 那是昨天以前的消息 今天看到这个 我个人的感觉 我昨天感觉跟今天看到这个 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他会打退堂鼓了 不 我觉得他会 不 这是要看退堂鼓的打法 他可以打到 让国民党还是尊敬他 还是跟到 现在大家都看不起他了 你做人做事 台湾会站起 你看我说好之后 你台湾会站起 没站起 不管你拖好走 你做人 到底你是冠冠的选 不是冠冠的选 王院长自己告诉我 冠冠的选 是要人意在地上 这是王院长 几天前亲国告诉我 郭董 你人意在地上 人意理自信 你五年做几年 对不对 自己想看看 是 维翰你怎么看 金普聪的东西 我真的没办法短短几秒钟讲完 我先讲八个字 小刀祭出谁与针锋 如果主持人可以让我等一下 下一节回来再讲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讲 金普聪的出现 可能对2024的总统大选的局 会出现非常关键的变化 好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说